他的小孩有饥饿感 求疑不能解除 应如何念佛回向 给孩子的冤情债主 才能解冤世界 这个意念是正确的 要很认真 跟这个冤情债主沟通 如果冤结不化结 双方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这是生生世世的事情 所以我们基于这个道理 深深相信冤情债主 是可以化解 只要我们用真诚心去帮助他 一般是以诵经念佛给他回向 而且特别给他诵经 比如我们每一天 加持一部无量手机 或者是冤情 这个木轨道里面 比较喜欢 地藏经 十三一道经 这他们很喜欢的 我们每天特别 念加念 在我们自己功课之外 加念这部经典 你自己要预定 我给你念一百步 我给你念几十步 专门为他念 这个效果会非常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